我們新增了281例本土 另外有261例的校正回歸的個案 加上兩個境外移入 總共是544例 今天新增這281例的本土病例 為144例男性 137例的女性 年齡介於為我們5歲到90多歲 分佈以新北市154例 台北市49例 桃園市16例 台南市基隆市彰化縣各10例 台中市9例 屏東縣新竹市各4例 高雄市宜蘭縣各3例 台東縣南投縣及苗栗縣各2例 新竹縣雲林縣及花蓮縣各1例 校正回歸的261例中 162例為男性 99例為女性 年齡介於未滿10歲到90多歲 發病日介於5月2日到5月22日 那個案的分佈以台北市155例最多 新北市89例 宜蘭縣桃園縣各5例 基隆市及彰化縣各3例 台中市1例 那所有的個案有關聯的 是萬華的活動死186例 茶藝館相關的28例 抹社團相關的2例 抹水鬼傷相關的有7例 那其他已知的感染源有122例 關聯不明的111例 意料中的86例 另外我們新增了6例死亡的個案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